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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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漂亮 也都沒有什麼加加減減的一個可以很定案的一個理論 就專門用來去描述這個電磁波 即是光 那他跟這個Maxwell Demon 那個Demon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Maxwell他跟很多當時的科學家一樣 他不只是一帆是物理學家的 即是如果你說這個19世紀末20世紀初 你說那些Henry Poncaher這些人 又是數學家 又是物理學家 最後又是混沌學 幾方面都是 那Maxwell自己原來都有就到一些生物學的過程 去嘗試給那些意見 那他就認為 他就觀測到 在這個生命世界裡面很多奇妙的事情發生的 那很多的科學家都看到生物學裡面 很多東西就似乎是好像可以能夠逆轉到這個意力學定律 局部地逆轉到 但是實際上 當然如果你再仔細一些看就是呢 你很多時候是要耗費能量 才能夠逆轉到一些我們叫做意力學的定律 所以最後其實我會說意力學定律是沒有違背的 只不過你是有適當的那種這樣的生化過程呢 就可以看到有些東西似乎可以叫做逆天而行 例如有什麼的現象呢 我們都知道如果你不理它 你不搞它的東西呢 就是由濃度高的地方散去濃度低的地方 譬如那些人吃煙 一定是由那些煙從濃的地方散去稀疏的地方 是不是? 然後甚至乎這個世界上的謠言也是 它遵守著某種的擴散定律 由一個中心擴散出去 那會不會有些情況是反過來的呢? 大家想一下 其實就算在我們人體裡面 都有這樣的機制在這裡 其中一種我們最出名的就是在我們腎臟裡面發生 那些叫做主動的運輸 那些active transport 在我們的腎臟裡面 我們很希望就是不要有任何血裡面的那些血紅素啊 那些東西就會流出去了那個尿液那裡 而我們希望在我血裡面的那些廢物呢 就能夠搬得到就搬出去了那個尿液那裡 於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作用就是說 那些東西不是自自然而滲透的 是需要有一些好像搬運工人 一些搬運的細胞 能夠將我的一些化學物質呢 哪怕你的濃度是多低 就是多低都好 我要丟的東西就丟出去 就是譬如我明明我尿液那裡的廢物的濃度很高的了 我就要阻止它 不可以讓那些尿液裡面的廢物 流回到我的循環系統那裡 而同時我也都希望能夠 我血液裡面的那些濃度已經很低的廢物 能夠盡量搬就向著濃度高那邊搬過去 那就是你知道等於執屋啊 將一些東西硬放上去淋好一樣 你要用力的了 你就要用能量去搬上去了 那麽Maxwell他也想到這個問題的 他就說呢 一定呢 就在一些這樣的生命體 這些細胞的層面呢 就好像有種有個幽靈 有個魔鬼這些東西在那裡幫我看著 其實當然他就不是說到裡面是有什麼鬼怪的東西在那裡了 能夠將這些這樣的生物裡面 這些這樣的濃度的東西呢 可以是逆這個物理的規律呢 來去逆轉來運行的 那這個就是Maxwell的那個來源 就是這句話的來源在那裡了 那就是等於後面我的書櫃啦 那我不收拾它 是不是會越來越亂呢 是的 照計應該會越來越亂 但是發覺一天那個沒有人收拾過 但是書櫃是突然間好像現在那麼整齊的 是的 那你就不要假設一定有個鬼來幫你收拾了 我不是說有隻鬼來幫我搬上去 原來是你的伙計幫你收拾了 是不是 那我也用力的嘛 那我也要給錢去收拾的嘛 是的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應該是要用力的 那而且這件事Maxwell也知道了 一定是裡面有一些能源耗費的過程裡面 才能夠做到這件事了 是 所以現在就不知道誰去收拾 也不知道誰給了錢 是不是 那些錢從哪裡來 那這個是不是在熱力學上面 是所謂那個雙entropy和Anti-entropy的現象 似乎是啦 那我們其實後來就可以在生命科學那裡 認到是哪些細胞有份做這些事情 但是又不能說得更加仔細呢 如果是那些細胞上面有什麼的過程 能夠幫我做這種主動運輸呢 這種可以逆傷的現象去出現呢 那其實原來呢 還不是很仔細找到的 我們知道腎臟有些細胞有這樣的功能 有很多其他的細胞它都是 它為了防止自己的細胞膜裡面的一些有用的元素流失 那它就懂得鎖住不讓它走 那就是有時候有些還要是 有時候就純粹是你透過那個滲透作用可以控制住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覺就需要一些主動運輸的過程 嗯 那我們看那個文章就說原來是瑞士的 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的 的諾桑分校 諾桑那邊的分校 那發現原來在那個細胞膜裡面呢 有一種的蛋白質 哇 這種蛋白質的名字都很麻煩 叫做ATP binding cassette 簡稱ABC ABC Transporter 我們就不要理這個名字了 但是呢 這些所謂蛋白質是做些什麼呢? 那它 很有趣啊 我想呢 台長可能你再在畫面上scroll一些 它有另外一個圖的 另外一個三角關係圖 就是這個了 那它裡面就企圖用一個動畫形式去說明了 這個叫做ATP binding cassette 就是這個這樣的 它簡稱ABC 那個A就來自ATP ATP如果在我讀的有限的生物學知識裡面 通常都是跟那些能量儲藏的東西有關的 它一釋放能量出來 那它就拆解釋放能量出來 那我們就是那些肌肉啊 那些能量啊 那都是由ATP形式去儲存 那就是說呢 這件東西本身 它一定首先自己攜帶著能量先 於是它才有能力去搬東西 那它就有能力跟一些它想捕捉 想運輸的東西去黏起來 所以就有個字叫binding 是啦 跟著cassette 就是它外面那個這樣的形狀 就好像一個夾這樣 一個卡式的夾這樣 cassette 這樣夾著它 如果由台長到大家可能要比較辛苦去看這個圖 其實就是那顆粉藍色的那顆東西 怎樣去給ABC Transporter 夾著了 跟著由一邊經過了能量的損耗之後 就由一邊去搬去第二邊 中間運用到的能量來源就是這些ATP 就等於我們的肌肉去爆發的時候 去發放能量的那個機制一樣 我想它最有趣的就是這班這樣的瑞士的這班科學家 它怎樣去找到這個過程 但是你說詳細的實驗呢 我自己都不是太了解的 但是這次它發現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第一次真的有能力掌握到 在細胞上面的細胞膜上面的哪一些的物質是專門幫我做這件事呢 我想我們現在就真的可以找到出來 而這件事我覺得最後是可以走下去高中的教科書 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打物質會做這件事呢? 這裡我就無法給你一個答案了 我們就反過來我就知道應該有東西是做這個功能的了 現在只不過我找到原來它是一種這樣的形式的蛋白質 為什麼那件事是蛋白質呢? 這個就是通常因為那個細胞逼本身就是由蛋白質來去組成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這種這樣的蛋白質結構 它是連結了一個可以是釋放能量的一塊這樣的東西 其實很有趣的 它有點像一塊老鼠甲那樣的 就是你知道老鼠甲就是你本身按了就將它那些 就是按個按鈕卡住它 其實它本身就有一個能量儲藏在彈簧那裡 就有些威能儲藏在彈簧那裡 到了有隻老鼠走過來的時候 一下子夾著就能量就要釋放出來 整個甲就會夾著了下去 是不是? 不過老鼠甲和現在這塊東西不同的地方 就是老鼠甲是不會放回老鼠走的 這塊東西它就會將它夾到那件東西 在另外一個方向放走了 這一種就很有趣的 它是像一種機械式的結構 但是因為你賦予了它有一個能量在這裡的時候 它就能夠做到一個好像老鼠甲那樣的效果 來幫你將東西由一邊運到另外一邊 而有了這個機制 我們才知道這個細胞去主動維持自己的營養穩定的狀態 就更加強了 但是老鼠甲是人造的 這個是自然界發生的 就是說自然界是不是不打不撞就出現了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科學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個哲學問題 你不要說我自己會用科學角度去想的 我覺得純粹就是一個演化機制 就是讓它有一些能夠演化到這種結構的這一種細胞 它就是生存能力更高 那就等於為什麼那個細胞很多時候會有一個粒線體在這裡 就是這些孤魯了粒線體 和粒線體這種結構能夠互利共生的 這種這樣的複合細胞 它就是能夠更穩定去維持自己的狀態 就更加容易抵禦外來的變化 於是這個生存的優勢就被遺留下來 我認為現在這個叫ABC Transporter 我自己打一個比喻就叫做 好像細胞逼上的老鼠甲結構 就令到這個細胞本身就更加有生存的優勢 如果我們用這個熱力學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凡有生命一定是有anti-angelic 就是疫症的情況 是的 但是這個疫症你要看它的尺度有多大 比如好像在這個圖像裡面 如果你不把這個ATP這個能量去考慮在內 你就會覺得好像疫症那樣 就是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就好像比它越來越整齊地 由一邊撿乾淨去到另外一邊那樣 但是我會說如果你把這個能量都考慮下去的時候 整個系統的整體來說 那個商都是沒有疫症的 只不過就是你將那個能量 考慮不考慮在你的系統之內 你只能考慮在一個系統之內 整體上 二力學 第二定律沒有違反 但是你將它不考慮 你的系統的範圍如果不同的時候 你就好像以為局部有些疫症的現象出現了 嗯 是不是等於我在房間開了冷氣之後 其實沒有疫症的 那就是電腦你出回別人家 是啊 等於就是說如果你請個夥記回來 你就是不出糧給他 你要去撿屋 那你就局部疫症了 局部疫症了這個經濟定律 是不是 但是這些東西是不能持久的 是不是 是啊 你看個尺度時間 尺度要夠大 目光要遠大一些 你就知道皇帝不洗臥兵 是不是 就是沒有東西能夠真正疫症了 那在經濟上 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a free lunch 是不是都是一個雙的原理呢 是啊 這裏有題外話的 而且在經濟學上有人企圖借用這些二力學的概念 去解釋經濟現象 這個是有的 這個真的是 是啊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但是你怎麼評價這個麥士維爾這位科學家呢 他不是不出名的 他很出名的 他很出名的 他因為很早就很出名的 所以 一路我們已經用他的方程式 用到都免得講他的名字了 是不是 就是你這樣說 可以將他跟牛頓做一個比較 牛頓比他更早 但是我們今天都經常講牛頓 因為經常用 然後重要是 牛頓是拿來變成了後來相對論的陪襯 和量子力學的陪襯 因為在二十世紀有兩個很大的創建 就是我們 令到我們突破了一些牛頓的規範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討論裡面 經常都提到牛頓 就拿他來做比較 麥斯維爾 麥斯維爾 他這套電磁學的方程 當他在這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奠定了之後呢 一直用到今時今日都是非常之靚 非常之對 一樣可以解釋很多現在今天那種電磁學 你說到那些什麼雷達溝通 衛星通訊這些東西呢 他還可以很自然地很容易跟這個相對論去結合 自然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不會 基本上我們已經 已經奉旨覺得 麥斯維爾這套電磁學方程是對的了 所以如果你說他那個地位啊 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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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勁啊 勁到那個地步 我們連提他都覺得 提他都爛了了 已經 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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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早死 四十幾歲就走 那這就完成了 我們就跟著有這個科學的一路 嗯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